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变异数分析的观念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 我们学这个变异数分析的目的来做什么 我们想想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在检定两个母体的平均数 是不是有差异 我们都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都用 独立样本体检定来去做的 那么万一我们要检定的母体 是三个或三个以上 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建议各位同学 采用变异数分析 我们在做这个变异数分析 常常在分析什么呢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比如说有不同的区域的学生 英文成绩或数学成绩的差别 那个不同的区域可能是超过两个 两个以上 那么我们要一起比较 那么我们就用变异数分析 多家饭店的满意度的比较 这个也常常是用变异数分析 比如说不同的民族 我们去做身高的比较 这个民族可能不止两种 那我们就要 用变异数分析会比较好做 那么比如说 像是在生物上面来说的话呢 是对于不同的肥料 我们对作物的影响 那么我们习惯的话呢 就写anova 什么说呢 Analysis of variance 这是变异数分析 我们取 A N O V A 所以 各位同学 你看到了这个 你们不要觉得很奇怪 这个字就是我们所谓的变异数分析 那么我们会问说 如果说好几个母体 我们为什么不一个一个 作对来比较呢 那么要知道是说 如果说我们要共同来比较 我们不建议一家一家来比较 如果说我们用T减定 假设是四家好了 那么我们要减定几次 C 四取二 等于六 我们要减定六次 那么 这个比较麻烦 但是 其实最重要的观念 不在这个地方 是在于哪里呢 是在于我们的行因误差 会 拉高 怎么说呢 比如说 我们每一次啊 的显著水准 都是0.05的话 那么我们 接受的几率是多少 0.95 假设是正确的情况 那么 现在我们要六次都同时减定 要能够接受的话呢 就会变成了 0.95的六次方 那么 这样子的结果 就会发现 它不再是0.95了 我们的显著水准的话呢 就会发现 它会拉得非常的高 那么会过于严苛 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 就是用变异数分析 来应付 多个母体之间的 平均数的比较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 变异数分析的原理 是怎么看的 现在用两个母体来看 各位同学看 这两个母体 这个平均数在这里 这个平均数在这边 母体一 这两个平均数 相不相同呢 那么 我们希望这两个的话 相同的话呢 这个地方应该要接近 那么 我们怎么做 做法是这样做的 所有的样本 我们先找出来 这个母体 这个母体 那么 大概落点在这边 所有样本的平均在这边 那么 我们以母体二来看好了 就是第二个母体来看 它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 好 某一个点 这是某一个点 那么 现在 这个点叫做xi 这个点叫做xbar 我们每一个点 到它的距离的平方 这个地方叫做sst 这个地方要记得 这里是总变异 不是这一单点 这是 它的距离的平方 然后呢 这一块红色是什么 这个红色的部分 叫做组内的变异 叫做within ssw 它是到了 每一个自己的母体 里面的平均数的距离 的平方 记得都要平方 那么 再来的话呢 第三个 这个是组间的变异 是between b 我们用b来代表 是绿色的部分 是这个 母体的平均数 到总 所有样本的平均数 中间的距离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假如 这个母体的话呢 是没有差异 如果说它的差异 不大的话呢 我们希望是怎么做 希望这个between 要小 这个组内的变异 固定的话来说 我们希望between的话呢 小一点 那么这两个母体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比较靠近 那么 我们就会得到了一个 不显著的结果 就是说 这两个母体的平均数 是相等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当然不止一个母体 那么 用这样的思考的方式 我们来想的话 我们就利用的是什么呢 利用F分配 F分配是怎么做的 是第一个 这一部分 这是一个卡方 这是第二个卡方 第一个来说的话呢 我们是用SSB 来除以SSW 这个B 我们记得 B指的是between between的话呢 是指的是 组间的变异 那么 W的话呢 是指的是 within 是在组内的变异 我们如果说 要让这个母体 平均数都相等 between的话呢 原则上是 应该要比较小 那么 within的话来说 没关系 那么 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的笔值叫做F 它服从的是 一个F分配 那么 如果说 各母体中间相等的话呢 这个F值就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 就会造成的是 结论不显著 所以 我们采用的是 F分配的观念 去做 多个母体的比较 当然 这只是我们这个图 只画了一个 事实上的话呢 是 要 好多个 但是因为 我们这个图的话 画起来 这样会比较复杂 那么注意的是 SST 等于 SSB 加上 SSW 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我们在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变异数分析的目的 这个目的的话呢 是在做什么呢 多组平均数的比较 原理 原理就是什么 这个叫做 组间的变异 各组的组内的变异 然后的话呢 去服从S F分配 这两个的话呢 除以各自 除以它的自由度 就会服从F分配 那么用这样的性质 去一口气比较 好